我手里拿的就是我们过去非常常见的算盘 这个算盘拿到手里 我觉得和这个算盘有种很特殊的感情 因为我小学的时候 我们整个学校都学煮蒜 我当时也参加过一些有关煮蒜的比赛 我也想起在咱们好多的文学作品里边 都有这算盘 比方我们平常生活当中都说 说他这算盘扒拉的叮当响 拿小算盘打的才精的 这样的话我们常说 你看现在拿起这打 肯定有的观众朋友说 老梁你别说 看你做这么长时间节目 就拿算盘你穿这是衣服最配 你看我像不像过去的赵黄先生 非常有意思 就说这个猪蒜算盘 其实是我们生活当中 过去非常常见 现在应该说确确实实 他已经全面被计算机取代 不多见了 那么有人说作为遗产保护起来 就好像这项技术已经要完了 就有点是把病人扶起来 给他胃口伸汤 先把这口气吊住 好像这感觉 那么是不是这样的 我倒觉得没有那么严重 因为你看啊 虽然说这个算盘在我们生活当中呢 已经不再把它作为这个会计使用的一个工具了 学校里现在呢 也已经没有这个注算教育了 可是他在我们生活当中这影响依然在 我举个例子吧 在生活当中就有这样的事 比方说这么三个人 其中一个人跟另外一个人说 哥哥呀 这回咱们这生意挣钱了 这样吧 这钱我看咱俩二一天做五得了 旁边这位来气了 哎哎哎哎 你俩怎么个事 三下五出二和钱就分了 那我呢 这事咱仨干的 我看要分也得三一三十一 然后说你看大哥你得说句话呀 你别一推六二五在旁边装好人 你看一推六二五 三一三十一 三下五出二 二一天做五 我们生活当中很多常用语都和这个蒜盘是有关系的 儿时被过的这些口诀 现在你还记得吗 猪蒜在我国历史已久 被誉为中国第五大发明 千百年来 猪蒜口诀已经融入中国人的思维 形成了许多饶有趣味的谚语 猪蒜记的就是日常生活中两个人平分东西的时候 会用到出发口诀里边的二十一天做五 不管三十二十一啊 这不就我们生活当中经常遇到的惩罚吗 做法口诀在生活中比较常见 这就是三下五出二 三下五出二就是三加二就是等于五嘛 这是个加法口诀 就形容一个人做事 说话呀干净利索七十八成 中国古老的计算器算盘 在长期的使用当中逐步形成了一种算盘文化 除了这些谚语外 人们还经常把算盘和日常生活结合在一起 创作了许多丰富多彩的算盘俗语 算盘一想黄金万两 形容某人经济账精打细算 生意做得好 讽刺那些竞算个人小账的人 会说他腰里别着把算盘 有人私心重 只为自己考虑 就说他会打小九九 而在算盘前加上小字 组成小算盘时 则是比喻为个人或局部利益所做的打算 贪财恨利者人称铁算盘 老出坏主意 人称鬼算盘 如意算盘 则是指称心如意的打算 所以你想在这种文化背景之下 恐怕这算盘想彻底退出我们的生活 还很困难